好,我们现在复习related rates 就是所谓的相关变化率 什么是related rates 我们这样说吧 我们假如说y它是x的函数 y等于fx 但是同时x它又根据时间t在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 x如果是x它又是跟着时间t在变化 那么在某个时间它的变化率 我们已经是知道的 那我们问 dydt等于什么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chain rule就是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的问题 y不是等于fx吗 那dxdt我们是知道的 就是x关于时间的变化率是知道的 我们例如说在某个时间里 我们知道x的变化率 x是增加还是减少多少 那我们问y是增加还是减少 它的变化率又是多少 这种就是related rates 实际上就是一个chain rule 那我们知道dydt 就是等于f关于x的导数 再乘上dxdt 那dxdt我们知道 那么在某个x的时间 那我们就知道dydt 或者反过来 或者反过来 我们知道dydt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dxdt 那么我们不管是先知道dydt还是知道dxdt 那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求得出 其中另外一个的变化率 我们从7个中的一个变化率 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的变化率 那这就是related rates 当然related rates 我们更多的是在应用体里面 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应用体里面 我们去求related rates 那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 如果说 好 y是等于x的立方 而且我们假设y和x它是differentiable 就是可导的 如果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dxdt t t等于1的时候 和x或者是x等于2 x等于2 而且我们知道dxdt 我们x关于t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x关于t的变化率是多少 所以我们跟这个称入有点点不一样的事 我们称入里面我们x关于t的函数 它可能是给出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种体里面 related rates 就是我们x关于t的函数长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dxdt 就是它的变化率是我们是知道的 好 我们知道t等于1的时候 x等于2和dxdt等于4 那么我们求dydt 在t等于1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我们求的是就是这个 dydt在t等于1的时候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y是y等于x的地方 对一般的dydt来说 我们可以写成dydx乘上dxdt 这是我们的称入 那么dydx 那我们是y关于x丘导 是3x平方 再乘上dxdt 然后我们dydt 我们说在t等于1的时候 t等于1的时候 我们知道x是等于2 而且dydxdt是等于4 然后我们把它带进去 就是3乘上2的平方 再乘上4 所以是3乘上4 再乘上4 等于48 这就是我们related rates related rates 它的这个一般的求法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related rates 它的体都是一些应用体 都是一些应用体 那么对应用体来说 我们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模型 和就是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先求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够求得出 它的这个变化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 我们说一个气球 一个热气球 它是上升吗 它升空 它是直接升 它是垂直上升的 然后从地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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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一个观察员 给它150米点 150米 我们把这个写开点 从它起飞的这个地方 离它是150米 如果说 在它们的夹角是四分之π的时候 我们问 这个 我们这样写吧 在它们的夹角是四分之π的时候 观察员跟这个气球的视线 跟地面的夹角是四分之π Range Finder 就是观察员 在边上 在边上 这个Range Finder 翻着 在四分之π的时候 这个角度的增加 是0.14 好 我们知道increasing increasing 那表示它的是增加的 是正的 那么decreasing 我们就要像dx dt 如果是decreasing 的话 我们就写它是负的 那我们说这个角度的增加 是0.14个radian 每秒 每分吧 每秒太 增加不了那么快 其实这个气球飞不得那么快 飞不得那么快 那么我们问 这个气球上升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问这个气球增加的速度 上升的速度是多少 那对于这种题 我们通常的第一步 我们所要做的是 我们先画个图 然后我们根据图形 我们来 对它进行建模 好 那么 这是气球上升的 上升的这个 位置 那么 这个是它上升的起点 那么 这边 是它的这个观察员 这是150米 我们 当这个角度是四分之π的时候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θ 这个角度是我们观察员跟这个 气球之间的连线跟地面的角度 那我们知道的是 我们已知的是 dθ dt 是等于0.14 那我们要问的是 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是 那么问的是 d dt 等于多少 0.14 因为是问的上升的速度 有多快 那我们 嗯 我们 这个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知道dy dt 这个y 和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 我们就知道 tangent θ tangent θ 应该是等于 y y 除以150 tangent θ 等于 y 除以150 这是我们 y跟θ 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已经知道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dθ dt等于0.14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 dy dt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类似于隐含数的求法来 我们两边关于x 求 两边关于t求derivative 求导数 那我们d dt 这是tanent θ 等于d dt 这是y除以150 那么左边关于t求derivative 那我们把θ看成t的函数 因为这是对t求导数 而不是求θ的导数 所以是secant squareθ 然后θ是t的函数 所以还有dθ dt 这里就是chain rule 那么右边是150分之1 然后dy dt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dy dt 是等于150乘上secant squareθ 然后再dθ dt 那么我们说要问的时候 要问是在那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是哪个 这个时间是在当θ等于4分之π的时候 那么我们问dy dt等于多少 那么我们就把θ等于4分之π 带进去 自于t 我们可以直接写 我们可以直接写 这θ等于4分之π的时候 这是150乘上secant square 实际上是1除以cos 4分之π的平方 因为second是cos 1分之1 那么在那个时间 dθ dt等于0.14 所以是150 cos4分之π的平方 cos4分之π是2分之根号2 所以是2分之2 是2分之1 然后再乘上0.14 等于150乘上2 再乘上0.14 300乘上0.14 300乘上0.14 就是应该是42米每分钟 好 这是我们related rates的基本做法 那么首先我们要给它 把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先建立起来 就是这一部分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关系 那么要建立这个函数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 有时候需要用图来辅助一下 这是我们应用体里面 我们经常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它给出的是 我们 给出的是用语言描述出来的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 把它的数学表达式 给它算出来 这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要建模会比较 会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立体 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一个咖啡杯 咖啡 是从咖啡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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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漏洞里灌到湖里去 我们从漏洞里灌到湖里去 从一个漏洞性的 就是漏洞性这个 这个叫做filter 这个是滤 过滤器吧 到一个原住性的罐子 咖啡壶 咖啡壶里面 它们露出来的这速度是 10个立方英寸每分钟 那么问 首先是how fast 问这个壶里面 咖啡壶里面 它身高的速度是多少 它的它的这个高度增加 不是 很足够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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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问,当这个咖啡服务里面,它是 5英寸 深的时候 那么我们问这个 绿杯里面,绿杯是5英寸高 5英寸高的时候,那么它,那我们先给出它的图形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一个我们的过滤器,然后这是我们的咖啡服务 那这过滤器的直径是,这是6英寸 它的高也是6英寸 那我们的咖啡服务里面,它的半径,它的直径也是6英寸 那我们问 第一个是 咖啡服务里面,它高度增加的 高度增加的这个速度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 这个绿杯里面,它这个 水,这个咖啡的这个水位下降的速度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它每分钟是 10个 10立方英寸 那么10立方英寸,它实际上是一个 体积的量 实际上是体积的量 那么第1个要问的是,我们这个 当这个绿杯里面是5英寸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绿杯里面是5英寸的时候,那我们问 它的这个 咖啡服务里面增加的这个 这个增加的 这个上升的速度 而问,另外一个 必问就是,问这个绿杯里面 它的这个咖啡下降的速度 那我们 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东西是体积 都是就是DV DT DVDT是 我们 DVDT是10 但是我们对这个 对这个 绿器里面来说,它DVDT 我们知道DV 这个 Corn里面的 或者Filt里面的 DT,它是 减少的,所以它的复时 而 DVPort里面,这个弧里面的 它是正的时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我们问的是 A问,问的是 问的是 D V H在弧里面 这个等于多少 那我们知道 V 在弧里面是 PiR square 再乘上H 它的 Damage 它的直径是6 所以它是等于Pi R是 3 再乘上H 再乘上H 实际上是9 PiH 那我们 我们知道 DVDT 那我们两边 关于T求导 就是 DVP DT 这是等于9 Pi DH DT 但是我们知道 DVP DT 这个是等于10 所以我们知道 9Pi DH DT 等于10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DH DT 等于9Pi 分之10 这应该是我们是英寸 每分钟 它的单位是这样 那么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体积公式 因为我们知道的是体积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把H跟T 把这个 V跟H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但是第2个 我们要求的是D H 空 在这个 Filt里面的 这个等于多少 那么对于空来说 它的 VP 正的空 我们知道是等于3分之1 Pi R平方H 那这个我们是 R 还是 3 所以它是 3 Pi H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空 但是我们知道DVC DT 那么等于3Pi DH DT 两边关于T就 derivative 就是这样子 但是DVDT DVC DT 这个我们知道等于 富时 等于3Pi DH DVDT DT 所以 DVDT DT 就等于 富的 3分之10Pi 它下降的速度 远远比这个 比这个 湖里面上升的速度要快 是它的 三倍下降的速度 这个就是我们 RELATED RATES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的 要利用我们已经知 已有的知识来 建立它的模型 建立 这两个 变量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才能求得出它的 RELATED RATES 当然说它的核心的思想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称入 只是是称入在这个 应用体里面的这个 一种应用 对 对 对